狂风酿祸苗栗县北横公路起点的头粪路段 一座大型指示牌不敌强风的吹袭 整座被吹倒砸在车道上 经过调查原来是基座螺丝松脱 还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而同样也是惊险救援 在彰化深港外海 一艘渔船被强劲的风势吹到岸边 被海巡队发现搁浅海上 而船上有五个人受困 空情总队接获通报之后 也立刻执行海上吊挂救援 一大早空情总队执行海上吊挂作业 三名外籍 两名台籍 一共五名船员受困海上几个小时 脸上满是疲惫 好在最后平安获救降落在 张滨工业区的空地 20号清晨五点多 海巡人员发现彰化深港外海 一艘苏澳籍渔船不断往岸边靠近 联络船长才得知 原来从清晨两点多收网后 渔船就搁浅在海上 船长跟我们说 那两张点的时候就已经搁浅了 早上满潮的时候 把船开出来有没有 然后开不出来 因为那个好像 它已经是又进水了 船长表示船锚抛掉后 海风大不断吹拂 导致整艘船飘进浅滩 还好幸运获救 五人没有大碍 本所呼吁落域相关海事情况 请拨打海巡署专线118报案 另外在苗栗 长风不断也造成 北横公路起点的头份路段 有一座大型交通指示牌 七座螺丝松坡 被长风吹倒 砸在车道上 幸好当时没有认车进过 记得带容貌张兴杰 彰化苗栗报导 似独牌 在瞭 太是 我们 现在 可以 坚离